为积极改善几岸乡慈云山殡葬藏园区周边的环境景观和整洁工作 几岸乡公所特别举办了慈云山连外道路设施改善工程 22号上午举行了开工祈福一事 由乡长游淑珍担任主计上香祈求工程顺利 也期盼美化慈云山的殡葬园区周边环境 给前来慈云山的民众稳定心灵的力量 几岸乡公所办理慈云山连外道路设施改善工程 22日上午与慈云山进行开工祈福一事 由吉安厂长游淑珍担任主计上香祈求工程顺利 慈云山殡葬园区离大道两旁挡土墙 游七年九波落吞色 加上山区墙面布满青苔水泥军裂 乡公所已进行高压水柱清洗局部披土修复等 后来将重新游漆彩绘墙面 整个墙上因为历史的关系也因为这里山区多雨 所以有很多的青苔 还有我们水泥归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一次在整个工程里面 我们要为期两个月 将我们慈云山的整个礼仪大道的周边 再来进行彩绘以及修补 还有美化的工作 在我们去年花东基金跟县府的日筹的经费寄注之后 我们的整个礼仪大道的完整性 我们相信在这一次连外道路的整个的彩绘工程来建构之下 未来的整个慈云山会是一个让大家来到这里充满了安定 充满了沉稳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礼仪圆满的一个非常完善的地方 相公所兵杖管理所所长周一元表示 本工程计划总经费为176万元整 圆满生命最后一礼录 游书贞感谢华联县府及县议员徐学域的补助款益柱 整体工程工期约为60天 预计农历年前完工 期盼彩绘美化墙面 提升兵杖园区正向干净又稳定心灵的印象 施工期间不变 还请民众见谅 接着长方眼睛按照报导